欢迎大家来到自由发声,我是007 中国最近不断的发生爆孔事件 在珠海市区体育中心 有一个人开着越野车撞死了30多个人 受伤了40多个人 这个事件引发了国际的关注 PPC现场去采访 结果被围观的群众差点暴咒 不允许他们采访 中国的外交部对此进行了说明 我们先来看中国外交部怎么说的 11月13日外交部回应珠海 汽车撞人事件造成35人死亡 48人受伤事件说 目前该案并无外国公民伤亡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 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中国政府一直并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也将一如既往的切实保护 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为中外企业提供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OK这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对珠海事件的一个回复 对世界的回应 我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意见了 中国外交部的这番讲话呢 引发了中国网友大量的留言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网友 是如何在外交部发言人的 这个讲话之下的留言 外交部的意思是说 14亿人死35头等于一个没死 一位网友说 多亏外交部的提醒 让我们意识到 这是一个崭新的胜利标准 只要没有外国人伤亡 那就是中国的成功 所以呢 这35条人命和43个受伤的同胞 就好像数据统计上的瑕疵 不值得大惊小怪 对外说最安全最稳定 对瑞嘛 也就看没有让外国人 添麻烦的分账 继续维持这种 虚伪的安全感面具 一位网友说 更妙的是 外交部还顺便把这场灾难的 公关手段 深划到了国际化的高度 原来在中国 给国际社会看一副 安全稳定的假象 比实际保障人民的安全更重要 35条人命成了插桌子的抹布 只要能继续宣扬安全稳定 谁还在意那些用生命铺陈的成就呢 一位网友说 上次日本小朋友被杀的时候 他也是这么说的 反正不管死多少 不管死国人还是洋人 都不影响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一位网友说 官员贪腐犯罪 人民杀人犯罪 全民罪犯 就等于全民不是罪犯 一位网友说 老百姓在这帮土匪的眼中 根本不算人 油马而已 都是好财 一位网友说 但这些牛马还在歌颂屠夫 希望屠宰场的生意好 一位网友说 新思路 外国人没死就算安全 由此可得 中国人不是人 不在犯罪率的统计范围之内 一位网友说 战狗外交部 还是改不了 睁眼说瞎话的本性 一位网友说 偶发事件而已 大惊小怪什么 要壮死习近平 中共国才不算安全 一位网友说 死千万人 也只不过是走了一条弯路而已嘛 几十个人这种小事 怎么能在天朝的外交部谈论 不要不知好歹嘛 一位网友说 很多人吐槽外国政府 都是优先照顾本国人 而中国政府却是优先服务外国人 他们不知道中国早在1949年就沦陷了 大陆没有中国 只有中共国了 源自苏俄的共国政府 只是寄生在中国大陆 当然要剥夺中国普通人民的主权 只是当人矿来压榨资源 去笼络洋人以获得他们的认可 现在是习共国的朝代 讨好俄爹是首要的任务 一位网友说 原来之意死的都是中国人和韭菜 洋大人都很安全 你们外国人超什么心呢 一位网友问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 为啥又只有35个人死亡 第二个 为啥这次中央才有回应 第三怎么确定这件事情 有没有后续 一位网友说 超过35个这个数的死者 连个数字都不配拥有 可悲啊 一位网友说 中国的谎言现在谁还相信 如果相信就留在中国 不会出国了 如果相信就留在中国吧 不要走线了 一位网友说 责任全在美方 一位网友说 原来都不是人啊 一位网友说 外交部的发言和食品与安全管理局的回应是一样的 出口的食品配方不一样 是绝对安全的 而贱民的命不值一提 一位网友说 这35个人和天安门前的3万和死在朝鲜的70万 每个人都是有名字的 有他们的故事 他们都是曾经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啊 一位网友说 死了多少中国人都改变不了外交部的准硬 一位网友说 必须强调是最安全的国家 这次光在珠海就至少最安全的一百多人了 一位网友说 看看什么叫做不要脸 什么叫做睁眼说瞎话 一位网友说 前台词是你杨大人又没有死没有伤的 操心什么人况的死活呢 一位网友说 前台词就是我家农场的牲口伤亡罢了 杨大人没有死亡 不要整个大新闻 一位网友说 真牛逼呀 韭菜不是人吗 特地强调一下 没有外国人伤亡 所以现在中国最牛的人 除了当官的就是持有外国护照 同时能够割韭菜的人 公安局都不敢惹你 因为惹你没有意思 还得经过大使馆 他们只能收拾收拾自家的韭菜了 一位网友说 外交部的重点永远在于 无外国公民伤亡 可这三十五条喧活的生命 就不值得关注吗 一位网友说 强国外交部发言人 天天口吐连花 谎话连篇 一位网友说 中国最安全 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怎么就敢这么大言无禅 毫无根据的给自己封一个最安全呢 一位网友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这句话是标配 使多少人都要先加上这句话 这就是中国的外交部 一位网友留言道 一句话 不要脸 anyway 这就是中国网友们在外交部发言人下面的留言 正如有一位网友说的 中国人在中国这帮土匪的面前 他们都不是人 他们只是人矿 只是牛马 耗财而已 也有很多人开始为未来担心 实际上来中国人所理解的安全和世界上正常人理解的安全不是一回事 比如说记者要报道负面新闻 这些记者就会被抓起来 报道三聚清安的 报道伪劣产品的 报道用柴油装食用油的这些记者早就被抓起来了 甚至报道地沟油的被人斩了十几刀 当场杀死 在中国报道负面新闻的记者和律师都会被抓起来 所以说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一样 天天都活在新闻联播里面 活在美梦里面 别说中国记者 就连外国记者 BBC的记者跑去珠海采访 现场就被中国人去殴打 所以说这种安全感 中国人理解的和世界上正常人类理解的是不一样的 另外在中国 假如你穿一身和服出门 或者穿一个日本的木鸡出门 也会被人辱骂和殴打 对于喜欢日本的人来说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恐怖的恐怖国家 更不要说在网络之中我们看到中国的那些极端言论了 对台湾人 对香港人 对非洲人 对穆斯林的那些极端言论 那就不用提了 所以说中国人的所谓的安全 它是一种特别的安全 与世界上正常国家的安全完全不同的一种逻辑下的安全 今天我也认为了中国即将进入的下一个时代是张献忠的时代 那么007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张献忠的故事 张献忠进了四川成都做了大西王 在那里呢 他见到了两位传教士 欧洲来的传教士 他对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和洋人带的书传的教很感兴趣 于是呢 他请这两位传教士来给他讲解 讲解他们传的教 讲解圣经 这两个传教士呢 就跟张献忠讲解了圣经 讲解了西方的律法等等 张献忠听得很高兴啊 称赞到这个书的法律如此的详尽 能够管理人们的良心 确实是无可比拟的方法 因此呢 你们欧洲的国家风俗习惯就很好 所以你们这些洋人好呢 就是因为你们相信这些圣律带来的 但是呢 这些圣经啊圣律啊 对四川人没有用 因为四川人是邪恶的 他们这些人也只相信邪恶 他们不会相信你们这些圣经啊 你们西方人这些东西的 他们只相信我张献忠 我大西王手上的刀和剑 所以说今天我要管制四川人呢 不能用你们这个方法 只能用我手上的刀和剑去管理四川人 但我张献忠很敬佩你们两位传教士 你们有冤博的知识和有圣法有圣律 请你们两位做我的国师 看我如何在四川实行天主的命令 消灭这个世间的所有的恶人 后来这两位传教士呢 就留下了很多 张献忠屠杀四川人的记录 他们留下的记录叫圣教入川记 这是揭露张献忠屠杀四川人最重要的一个证据 Anyway 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007以后再给大家讲张献忠的一些事情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支持007点赞转发和留言给我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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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